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A 比赛解说 不是直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比赛 是XD对战GG的比赛 双方BO3的第一场 那么2024年的孟和联赛第22赛季 这个是比赛的录像 昨天原本计划是凌晨4点起来 给大家去直播这个比赛 但是它确实没起来 这压根就没听见闹钟响 所以呢 起来以后还是有不少的观众 想看一下这一场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 XD对GG双方BO3的第一场 那么这个OB他有抽风了 最近这个OB不知道是怎么了 每场比赛一上来 先得左右上下换我一会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挺招人讨厌的 我觉得作为官方OB 做这种事情有点离谱 那回过头了 赶紧过一下GG跟XD一场比赛的阵容 中单的丽娜 大哥小狗3号位 马尔斯加上大牛和老虎 非常不错的一套阵容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套阵容 那么从输出的角度来说呢 输出点很多 马尔斯有输出 老虎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接控 大牛可以 这个增加自己队友的输出能力 小狗的话 最近AME打的整体效果都不错 还是相当完善的一套阵容 至少比前两天他们比赛里边拿的那个阵容看着要输不多了 GG一场比赛呢 中单是拿了个穿真甲吧 应该是 奎因的穿真甲 然后5号位的VS 这边地外遭遇到了Ace的一个马尔纳斯 不过这个整体的位置来看 老虎一级直接加跳 那这个一鞋肯定是拿不到了 不过老虎一级加温跳之后 对于对线会有一点点负面的影响 好在是拿到了三伏 这个技能加点也算是不白加 这块德拉乔又A了一下 又A了一下 又A了一下的话 这边应该是队友给提供的视野 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眼不会暴露 那么在大哥位的位上拿出来的是巨魔战将 三号位马尔纳斯 非常经典的一个马尔纳斯加巨魔战将的组合 然后呢拿了一个四号位的TB 辅助ATB 辅助ATB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会被这个辅助ATB给坑了 我也跟你讲 辅助ATB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但是 你说他跟其他的常规辅助A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其实谈不上 现在这个版本在比赛当中 辅助ATB能够出场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 有一部分的影响应该是拿他去坑一下对手的搬选 这个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你前几手直接就把TB拿出来 然后对方认为你这个TB应该是打一个主力位 就不会再去搬你大哥了 然后最后你再拿一个比较舒服的大哥位出来 他可以去 去去去去在你的BP上面丰富一下你的搬选 这个是 我觉得目前这个辅助ATB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当比赛开局 XG 下路老虎加马尔斯 这个二人组打剧魔战将的话呢 不会太好打 因为马尔斯本身打剧魔是完全打不过的 虽然自己这边是有一个老虎比对方的VS在游戏的初期的战斗能力要稍微强一些些 但是由于这个大哥位的差距比较明显 所以下路的这个对线我感觉应该是压不太住对手的这个巨魔战将的 应该是两边都可以正常的发育 但是想压制对手有些困难 不过如果让他找到一些机会 让他找到一些机会能够去利用自己的毛接压老虎的剑搞出一些事情来 那还是可以的 不过那个应该要到三级以后了 中路小毛的这个丽娜打对方奎恩的一个穿上甲 最近也是有一股我个人觉得很离谱的一个风向吧 就总是在很多人都在带这个小毛的节奏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小毛在比赛当中所有他表现的就是在前期被打爆的这种局 90%以上的局是因为英雄的克制关系太明显了 这边下路德拉乔拿到了一个小学生的一血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巨魔战将在游戏初期去对战马尔斯 这个不说是完爆吧 至少也是优势巨大 这个对于小学生的对线而言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再加上老虎一级为了不送一血加了一个跳 那么加了这个跳之后呢 也就意味着一级到二级这个区间 就完全没有对对方任何有效的一个威胁手段 自然而然在血线方面呢也会压力比较大 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 当小毛去拿到一个就是优势对线的英雄的时候 他是完全可以去拿到这个优势的 而且小毛每场比赛的经济伤害转化比其实非常高 这一点真真正正儿八经的去看比赛的 正儿八经的去分析数据的人 这个一般是都不会去盲目的去黑某一个选手 也希望咱们的这个观众 尤其是直播间的观众能够理智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理智一些 很多人喷小毛无非 就是因为小毛这个选手 他现在在这支插机里面 资历可能算是最浅的一个 然后呢又是打中单位 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关注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都在喷他 我觉得大可不必 又不是股东 对吧 你又不是股东 没有必要 这样比赛中路现在小毛二属杠七 这个正反补的优势都非常的巨大 而且从补给品也好 从消耗的情况也好 各方面来说都是保持的相当的不错 开局目前小狗的补刀呢 现在是暂时经济排在第四位 超人甲的经济和小狗以及马尔斯 现在是并列全场的第四吧算是 马格纳斯的经济比这哥仨稍微好密丢丢点点 然后呢大哥被拿到一血的巨魔战将 跟中路无解肥的小毛 现在的经济能勉强的追得上 哦这一个波这个伤害好高 这块最后是小狗和对方的TB1换1 马格纳斯呢 这里有VS支援过来一个锤 那地外这波应该是没了 收一个魂回来 然后呢最后人头让给了马格纳斯 而且VS还帮他去顶着防御塔的输出 上路又是被GG打出来了一个不错的 0换1换2 1换2 哎密的小狗现在是2000块 马格纳斯手里面直接是做了两个系带啊 然后开始去做假腿 作为一个拳台英雄来说他选择是做了双系带 来增加一些自己的护甲和攻速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出装 不过这个4号位TB来保马格纳斯在上路打小狗 加上一个大牛的话 确实压力不大 讲道理的说压力确实不大 因为小狗加大牛等于是俩进战 俩进战 然后GG这边呢也是双进战 而且他的这个双进战有一个先天优势 就是对方的进战不太敢轻易的过来去贴身 毕竟在游戏初期兑现的时候 你要是被TB开着倒影 然后开着变身 开始在那A你的话 这个伤害还是要当回事的 真的挺疼的 马格纳斯这里给上一个平A加一个波 连补刀带耗血都是在上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 现在中路的莉娜2900块 这里空到了一发 哦15大招直接给到TB身上啊 非常的果断 这波如果不是因为中路的穿上甲跑过来的话 我估计这个莉娜甚至有可能直接去磕瓶子 然后吃掉自己山上的补迹品以后 把这个TB给他单杀了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大牛这块一脚CT TB因为在中路落头了 所以上路马上的就是一波动手 小狗在追 但是小狗的这个被动啊 肉眼可见的等级比较低 也很黏不太住 TB支援过来以后直接一发倒影 然后上篮呢去A两下稍微消耗消耗 现在团队经济方面 XG还是领先的嘛 一丢丢点点啊 领先的不是很多 整个阵容的话 我其实个人觉得这场比赛XG的阵容是优势比较大的 真的是优势比较大的一个阵容 而且这场比赛吧 小狗去打这种纯个体输出的这种大哥位啊 小狗的A仗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的A仗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个东西可以去对敌方施放 然后可以给他们缴械 同时还会给自己回血 然后再加上 这个在体内还会攻击对手 然后这个大招的CD只有20秒 要知道这个技能原本的CD有50秒 你出到A仗以后呢 提升施法距离 并且冷却时间只有20秒钟 然后还会给对方缴械 这个东西对于像巨魔这种英雄来说 影响真的不是一般二版的大 毕竟巨魔战将在团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攻击的时候不能轻易的切对象 而且大招的时候又十分的依赖自己 大招所带来的一个吸血 增加自己在大招结束以后生存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小狗的一个A仗一钻 对吧 你真的让他出到A仗 A仗一钻 巨魔就傻眼了 而且这场比赛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 就是这个阵容输出点太少了 Lina这边一个 三连打上去不错 心情再找角度 然后跳回来 穿上甲开车 开始去追Lina 有没有人过来救 有没有人过来救 没有人过来救吗 所有的人都有TP 没有人过来救 哎呦这个地方 Lina也是没有办法呀 所有的人都有TP 而且所有人蓝量都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完全没有人来救 那么这波 其实对方这波从击杀开始到最后的击杀完成 时间是很久的 但是XD现在呢 他们似乎在 似乎在这个对线期就是采取了一种不支援的这么一个战术 这个战术怎么说呢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好的一方面是边路不会受太大的节奏的一个影响 坏的一方呢 就是被干客的这一路特别容易崩盘 以现在的这只XD来看的话 一般中路被针对的 就是被针对的比较惨的都是中路 也就是小毛这条线 现在小毛的经济呢 掉下来了 来到了全场的第四 对方的马格纳斯全场第一 巨模第二 第三是中单的穿战甲 小毛的这个Lina真是没办法呀 就像刚才这一波这种情况 比如给大家回看一下这一波啊 你看小毛这波从他开始被对方开始动手 大家可以看看时间啊 这个时候接触开始接触对吧 这个时候已经雙方接触了 游戏时间7分58秒 对吧我们就算是8分钟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一直到小毛被击杀是过了多久 对吧 我们看看被小毛一直到小毛被对方的一个集火给击杀掉过了多久 好小毛被击杀的时候是8分13秒 加上之前的那个一共15秒钟的时间 对吧足足15秒钟的时间 就是完全没有人过来去支援 那这样的这种情况 就是作为任何一条线上的任何一个人 其实当你在面对对方有无数的人过来去围剿你的时候 这个都是处理不了的 而且对方又是在游戏初期 一个穿上甲有车的情况下过来抓 那这个他确实没办法 对方这波又是一个突然间的让突然间的从侧向过来的一个支援 穿上甲这波开车大牛踢到了下路的二塔 这个是在丽娜被动手的第一时间直接踢下来的地外 但是由于对方的这个高台视野 然后加上对于丽娜走位的一个判断 加上这段时间的这个高爆发 哦 马尔斯到6级了 第一波过来 杀掉对手的一个TB 一个TB呢只是一个降游位 不过此时此刻大招也都不太值钱 杀一个是一个 在游戏时间来到了10分钟 6比2的人头数 GG这边呢现在是2000加的一个团队的领先优势 从开局被XG拿到3伏 一直是被XGVV的领先 团队经济到现在为止这个团队经济实现了一个反超 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健啊 这些比赛到我们前为止 马尔纳斯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做的是跳刀 加腿双膝带再加上一个丘宝石 然后开始做跳刀 军魔战将现在5000块 马格纳斯4900 穿战甲4700 小狗4500 莉娜4400 再加上一个4100的马尔斯 这块老虎 背对方直接一个锤 再加一个戳 加一个拍地板 瞬间满血 几乎是一个满血秒杀 看看马尔斯的节奏怎么带吧 这场比赛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马尔斯 老虎和莉娜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要动起来 或者是马尔斯 老虎加上大牛 这三个人动起来也可以 因为马尔斯加老虎加大牛 他们的这三个人 不需要加任何一个大哥位的情况下 光这三个人的输出 应该是可以去击杀掉对手任何一个英雄的 除了第一时间开出来大招的这个 巨魔战将之外 其他所有人应该都是可以直接杀掉的 就马尔斯这边的毛加上大招 然后再加上不管下一个技能接过来的是大牛的CT 然后再接老虎剑 还是直接接到老虎的剑 然后在这个老虎剑结束之前 再接一个大牛的CT 然后再打一轮爆发 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完成击杀的 这个345的战斗力是足够强的 这边当一下大招框住两个人 莉娜过来以后直接大招加一个龙破斩 再加老虎一根剑漂亮 两个人 两个对方的双脚油 直接被XG里边给带走 XG这个阵容选的真的是舒服多了 看这个阵容真的舒服多了 看这太舒服了 就别看现在团队经济劣势 但是这个劣势 对于XG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12分钟我落后个千八百块钱的经济 或者是一两千的经济 这个不叫事 因为我大哥是能打的 因为我的阵容是能打的死你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这边小狗直接钻 然后炸出来 哎呀你这波没了 VS接上一个锤 大牛这块的ECT呢 过来以后只是E加C 没有T 打正了锤音 支援的速度 我总感觉XG一个队伍 现在的支援速度 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队伍他们现在非常不重视支援 这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XG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经常游戏前期崩盘的一个原因 他们经常前期打个十来分钟就崩了 十分钟他们就已经被对方打的 就没法看了 总会出现这种比赛 他们在游戏的初期的支援给到的 这个不是某一个选手的问题啊 这块一定要一定要说一句 这个不是选手的问题 这个一定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他们的战术和他们的整体游戏运营的思路 战略安排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前期不去支援 上一个前期几乎完全不支援的队伍是秘密 就是当时巅峰期的秘密 巅峰期的秘密 当时采取的战术就是我对线期 几乎是一个绝不支援的状态 就是你爱游哪路游哪路 我就是不支援 对吧 就是你如果你游走我这路 比如说我这路是三四号位 你游走过来以后 你游走的是我三号位 那我四号位牛链就跑 如果我发现我救不了 也没法去帮大哥断后 我牛链就跑 然后大哥这边被对方抓死以后呢 我在这路好刷钱 当时的秘密是这样的一个战术思路 但是这种战术思路呢 当时的秘密也是靠着游戏的争气 一波一波的往回填坑 XG的这个初期对线挖坑 就是因为他们几乎完全不支援 导致游走的也非常的少 几乎是一个不游走不支援的一个对线思路 反正这种对线思路 你说他不对也不是 因为确实有不少的队伍拿这样的战术思路 打出来过很不错的成绩 完全不支援和过度支援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项 现在XG选择的是在拿到关键桩 还是非常稳扎稳打 这波我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是马尔斯跳刀了 你看你都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主动进攻 一定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点拿到跳刀了 对方也一样 对方是马克纳斯正好拿到了自己的跳刀 这边TB是掉线了 这边我们可以加一点速度 好由于是录像啊 录像就是这点优势 平时直播的话 咱们大家只能跟着一块等着 录像这块咱们可以稍微加一点速度 好比赛继续 现在游戏时间来到了14分52秒 8比4的人头数 和GD里边领先着3000家的团队警戒 马格纳斯的跳刀第一波 马尔斯虽然说他比对方的马格纳斯要穷不少 但是因为马尔斯他不用去做这个连击刀 他不像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这边连击刀出来以后去补着跳 而马尔斯是直接出的跳 所以这两个人出跳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波的开悟 这波的开悟就看一下了 因为现在的团队经济差还不足以 在正面团战的时候体现出来太大的差距 核心装都有 该有的核心装都有 小狗的经济呢 现在装备上稍微差一些 但是毕章这个道具 在游戏初期配套一些特定的英雄的时候 他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这里马尔斯 哎 船人甲这边车开起来 马尔斯转个头溜达一圈 老虎这边一根箭 看到对方不少人应该是 再找机会吗 没有再撤 那这根差距选择后撤了 马尔斯过来 一个大招定住 大牛给一脚c贴 掩护一手 呃 没有来得及 马尔斯还是被对手的vs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下路这边打起来了 下路这边 巨猫战将贴过来 小狗跟这个老虎 呦 这个伤害好高 这一个戳老虎直接差不多得超过三分之一的血就没了 依赖这边复零锁 一个攻击阵 一大招打上去 对方的穿上甲一个戳 走人 巨猫战将这边打出来一个缠绕 转身给发飞幅减速 还是打不过 还是打不过 两个队伍在初期这段时间的运营上面 肉眼可见的有差距 这个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有差距 不过话说回来啊 话说回来 就差距这个队伍 他们现在前期挖坑 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 他们和之前那些擅长前期挖坑的顶级队伍 之间唯一的一个区别 是他们的填坑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么强 他们经常这个坑是填不回来的 就差距老师这个坑填不回来 当然他们很多比赛的坑填不回来的原因是阵容问题 是他们这个阵容就不具备填回来的可能性 输出点太少或者输出点过于单一 或者干脆就是整体的输出数值不够 这个丽娜攻击战打中可以 但是没有大招 老虎接了一根剑可以 大招再接一脚CT 非常轻松 但是这场比赛 差距这个阵容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说这场比赛这个差距看起来 这个阵容就很舒服呢 输出高 输出是真的高 输出高的阵容就是这点优点 就是无论这个局势 它是劣势还是优势 你总是能看到希望的 对吧 你像逆风局 比如说逆风局 你们这边有一个 你们这边的大哥位 假设说 你们的一号位大哥是个龙骑士 二号位呢 二号位是个啥呀 想一想 二号位是个上个版本的帕克 对吧 或者二号位是个子猫 然后三号位是个马格纳斯 你一号位是个龙骑士 你们这边场面上是一大逆风局 你想想你绝望不绝望 你的双降游也没什么输出能力 你想想你绝望不绝望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这边的大哥位是一个 哎 这边看看大牛这条踩 没有踩住 比如说你这边的大哥位 是一个输出能力很强的 比如说是一个PA 然后他已经是出到了核心装 三点核心装 加一个胸针 然后正在出圣剑 对吧 你的中单位呢 他可能是一个这个版本的帕克 他已经出到了A仗 现在23级 然后再加上你的三号位 可能是一个已经三件 三件这个大件 然后正在出一件输出装的马尔斯 这种阵容的话 哪怕就是你逆风局 对吧 你说我打了五六十分钟了 我现在逆风 我亏着两万三万四万的经济 但是有没有希望翻盘呢 那是有的呀 他肯定是有的 因为你输出够啊 你的输出几下上去 甭管对方大哥是谁 你能给他秒的呀 这个就很舒服 那这场比赛 插着一个阵容就看着就很舒服 因为团战的时候很简单 你任何一个没有BKB的单位 只要被我马尔斯框住 然后我一个毛把你盯上去 后边接着的 无论是大牛的CT三连 还是老虎的这根剑飞上来 或者是丽娜的大招三连上来 那他都是可以完成一个击杀的 这个就很舒服 很舒服 现在团队精进的拉不开了 因为这段时间GG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一个进攻节奏 XG在过了对线期之后啊 往往就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那种不支援 或者是这个人员的位置 过于容易被对方抓到 这种情况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发展甲章比赛在散失以后 直接是做了A仗 来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输出能力 这里大牛先给上一个ECT三连 强行秒对方的剧魔战将没有秒掉 大牛这块给一脚CT踩住 丽娜呢再等一个技能出来给平雷直接A死 nice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XG这个阵容 强就强在这儿了 为什么最近XG这个比赛 我老说他们对阵容选的不好 打不死人 你像这场比赛 他这个阵容就输不多了 打对面巨魔战将对吧 全场经济并列第一 在刚才这波击杀之前并列第一的这个巨魔战将 然后身上有甲腿狂战BKB什么之类的2000写的一个巨魔战将 说秒就给你秒了 把大招都让你开出来 开出来就开出来 开出来被你踩住就完了 现在小狗山上B张灰药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的是双刀 这样比赛双刀B张灰药之后 如果有B要的话可以考虑做A 如果当时场面上并不是很迫戒需要一战的话 对于小狗而言再去补什么晕锤之类的装备都是可以的 看看这里马格纳斯 这块再蹲再蹲 向外先开起来 然后抢完神符粘住 老虎这个地方两连跳不着急 这里一个风杖吹起来 再接上一根落地剑 小狗一顿输出大牛接一刀踩 哎呦 这个击杀真的太舒服了看着 你看这个就变成GG难受了 GG这个正如难受在哪 GG正如确输出 他们这种确输出很招 他们这个时候想要完成有效的激杀 他的这个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当然你杀酱有简单 杀酱有简单 你要就说杀个老虎 杀个大牛 那穿上甲再加上一个VS 穿上甲随便加一个VS 或者加一个TP的倒影 都是可以完成激杀的 但是你杀大哥就难了 杀大哥会有点费劲 杀大哥的话你就必须得交掉马格纳斯的大 或者是VS的换 以及你最好是 大哥为巨魔战将在场 如果你大哥为巨魔战将不在场的话 你会发现TB加穿甲 加上这个VS和马格纳斯 这个阵容属于是一个控制很足 前中期的输出勉强够用 这么一个阵容 但是你要再往后拖 打起来就很累 卡蒂现在在装备方面 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 那小狗B张辉啊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正在出的是双刀 对方的巨魔战将呢 狂战加上BKB 这个装备其实还可以 马格纳斯跳刀加鱼插下一个装备 应该是在做BKB 马尔斯跳刀BKB 老虎呢密法鞋疯杖 大牛则是绿鞋加战骨 这个该有的装备基本都有 双方团队经济呢又被拉平了 这场比赛就虽然说XG这边的经济 现在没有什么太领先的优势 但是你打完对线7到20分钟的时候 跟XG这个比这个队伍的话 如果你打的是个军事局 那XG是很有自信的 看看这里第一波技能 这里哦 风胀nice 心情力大功 这个地方对方TB很注意细节 用自己的幻象在挡老虎的剑 老虎这根剑没有机会去射出去 那么大牛呢把自己的魂收回来 现在这一波对方的进攻势力 哎 你们不走的呀 你们不走啊 你们这么有用气的吗 上楼这个二塔也没有塔房 大牛给一道CD踩一下 没有踩住那不少了 那不少了 那给你了 我就不信你敢上高好吧 我就不信你敢上高 老虎这边一个跳 nice 非常极限的一个位置 这个一看就是眼妞过 老虎这个跳一看就是直接眼妞过 能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刚才那个位置是摁着那个 他有 我看刚刚那个操作像是有按着 静止移动 在瞄这个方向 现在丽娜的经济已经是来到了全场第一位 小狗俩一万两千五 排在全场的第四 不过跟上方的差距并不大 小医生的马尔斯虽然他的钱不多 但是因为他比马格纳斯少出了一个鱼叉 也就是说现在正面作战的核心装而言 这个马尔斯是领先对手的 他没做这个鱼叉 他直接出了BKB 当然马尔斯也不出鱼叉 实话实说 他也不出鱼叉 看看这一波 这一波差距进攻出来的话 对方 我觉得是招架不住的 他们扫到了 扫到的话 GG 我怎么看着要反打呀 GG这些人 GG这些人好有勇气 他们居然敢反打 老虎这根剑射中了对方的一个幻象 这个牛的魂撞出来 看到了聚谋战将的位置 那么XG 这个魂回去的时候 会暴露XG这些人所在的一个方向和位置 现在这都是7比10 我们看看下一波 下一波是很关键的一波 因为现在GG是不敢接团的 他们正面团打不过的 莉娜手里面 现在这个副灵索加BKB 加一个飞鞋 中立装备带着林野长弓 就这一套装备 GG根本就摸不到他 根本就摸不到他 而且就算你摸到他了 你有可能要面对的 马上就是马尔斯的大招 大牛的CT 三连老虎的剑 以及小狗的冲脸 所以这个时候 你去强行去找这个莉娜 是很困难的 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杀 XG只要团战的时候掩护好这个莉娜就可以了 所有的酱油 所有的技能 就都掩护这个莉娜 一个人就OK 小狗不用管 小狗让他自生自灭 反正小狗这个英雄本身就结实 B章一开小三千血 再加上护甲非常高 然后呢还有狂暴 打不过了钻兵呗 双方的经济差呢 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一直都是一个持平的增长速度 在运营层面的话 两只队伍可见是差不太多 这块马尔斯在找机会 这个地方老虎给了一个大招 然后想让马尔斯找机会 不过对手在这个区域的真假眼 其实是不少的呀 可以看到这儿是有一个真眼 然后这儿有一个真眼 这个区域的真假眼是不算少的 马尔斯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大风仗 看看对方的巨魔战将 什么时候出否决吧 这样比赛对于否决的要求 其实蛮高的 他现在是双刀BKB加狂战斧 夹腿一个细带 带了把粉 用来去解决对手老虎 开大救人的这个可能性 很久没有给大家单独去做录像了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做直播 之前直播的时候 因为要看弹幕 所以会被分一些精力 这个只做录像的话 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比赛上面 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也不错 当然了 这个缺点就是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有点尴尬 看看这一波的开悟 绕后 这个绕后的位置 TB刚好往右边走了一点 刚好走那么一点 看不见人了 马尔斯上来大招 框出四个一个多 多到四个人 打牛的技能呢 ECT三连全中 开着BKB和狂暴的人 在人群里面一顿乱杀 这个时候 小狗钻到马尔斯身上 聚魔战将 在疯狂输出 但是顶不住这个丽娜 丽娜 开着BKB看 你还想换 我让你换 这边直接按死对手 小毛的丽娜 完成三杀 打完这一波以后 人头数直接来到了11比10 零换4 这一波团战就凸显了 这个正面输出的一个差距 你看看这个输出差了多少 这一波 丽娜打了4775 带着灰奥的小狗 虽然只打了2400 但是她的大招 用来去救下来了马尔斯 马尔斯 这波团战第一时间 把对方四个人 框在里面 一个大招框四个 这一波也就是没魔精 我跟你讲 这波要有魔精的话 能直接穿两个人到墙上 这就更厉害了 这个一波完美团 直接把对手打爆 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 应该就没多大压力了 应该是没有多大压力了 因为刚才这一波对方 虽然你这一波团战 你可以说是因为 被马尔斯狂了4个 所以我团战没有打赢 但是团队经济的差距变化 可不跟你讲道理 这个丽娜的经济 直接来到了18000块 而且刚才丽娜 开着BKB去A这个 巨魔战将的时候 你会发现巨魔战将 根本就没有机会 去把自己的输出打满 他也不可能打满 他打不满 GD一个扫描 是扫到了在肉山处 有XG的人 他们还想过来去接团 你的三号位大招CD 可跟我的不是一个量级啊 我这个CD就90秒 你大招现在120秒 你比我多了30秒的CD 又是一波机会 看看有现眼吗 这个位置没有现眼 穿上甲直接进场 马尔斯BKB开起来 大牛给一个魂 掩护一下 没有人敢过来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过来 老虎直接开大招 所有人往回撤一下 马尔斯这个时候没有BKB 但其实马尔斯不怕 马尔斯是不怕自己 这个时候没有BKB的 这个是他跟马格纳斯 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马尔斯上去以后 他只要把大招立起来 长毛扔出去 你把我打死也就打死了 无所谓 不重要 但是你马格纳斯 如果没有BKB的话 你这个大招开不好 你这英雄是个废物啊 这里老虎一根剑 一根摇奖的剑 这根摇奖的剑 没有摇到人 但是插击也反身上来 马尔斯大招 框住对方的双酱油 看看马尔斯 技能给完被打死 但是对手TP也被直接击杀掉 丽娜开启自己的BKB 再找人大牛的大招 带走VS 巨波战匠这边 在找无效的输出 他打的是对手的大牛 那有什么用 老虎的一根剑 射中了开着BKB的巨波战匠 巨波战匠这边 还在往回跑 但是丽娜的输出已经跟上了 副灵所直接捆一下 攻击刃 留住对方的马尔马格纳斯 小狗再开着狂暴往回走 这边怎么回来 头儿好像点错了 拿回药接着追着趟 丽娜在后面 就收掉了对手的一个穿战匠 小狗这边还在追 开向尾鞋 减速给上 不过这边见二塔了 没有选择继续去追对方的巨波战匠 这个巨波战匠 被一只狗从肉山处 一直追到自己家 上路二塔 追了半张地图 头儿也不敢回 这你看这输出 踏了多少这两边 这一波团战 马尔斯第一时间上去 给完大招以后 他直接就被干躺下了 直接就被干躺下了 他没有任何后续的帮助和输出 但即便如此 你看这两个大哥位的伤害 跟对面这几个大哥位的伤害差了多少 这穿战匠大招是开出来的 这穿战匠该放的技能可一个都没少放 才打了1100的 1300的输出 巨波战匠是从头被追到尾 就打了1000的输出 你跟对面这俩大哥你比比 这丽娜打了7500 这小狗打了5500 全队的输出加起来 都没有小猫一个人打的输出 根本打不死人 好吧 根本打不死人 BKB一开根本打不死人 巨魔战匠第一时间去追着大牛在打 然后发现打这个人没有用 再去找其他的人 发现已经找不着了 赶紧开着自己的近战形态 开着一顿疯狂 往家里面疯狂逃窜 这波打完肉山以后呢 打小毛带盾 小毛带盾 现在双方团队经济他拉开到了9000加人 都是持6比持1 31分钟 下一波就看XG拿这个盾是准备怎么做 因为现在对于XG来说带盾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这个找结果上高 不过这个上高风险比较大 说实话风险比较大 这个时候对于XG来说上高最好的方式 可能是卖丽娜第一条命 这个时候对于XG来说有两个选项 两个选项就是 一个是让丽娜在这个地方拆 然后对方会采取的一个策略是 马格纳斯跳过来鱼叉 挖这个丽娜然后往回顶 这个时候对于XG来说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丽娜直接开BKB 然后反打对手 还有一个选项是把第一条命卖了 把第一条命卖了第二条命站起来以后 然后队友这边直接上去开始接技能冲进去打 两个思路都可以 风险上面来说的话 第二个风险肯定更高 但是收益更高 因为打成了就直接结束比赛了 当然还有一个风险最低最低最低的方案 就是小狗开始狂暴上去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的风险只有一个就是 对方的马格纳斯上了以后直接跳大 但是马格纳斯跳大完了以后 因为没法直接接顶 小狗的狂暴 小狗需要在自己的狂暴剩3分之1时间段的往回走 这边 哦呦这个复灵索 nice接一个光机阵打中 看看老虎有没有一根视野的剑 果然给了一根剑 这边看到对手了 马格纳斯跳过来 A4的BKB已经用过 这个 他A4这个BKB其实白开了 他的TP已经用过了 这个地方无论如何都是跑不掉的 马格纳斯给上一个端 莉娜龙破斩再加一顿平A直接击杀掉 而且另外一侧 诶这个巨魔战匠 莉娜里边直接拿命过来留 准备拿自己的第一条命去换一下 看看BKB开起来 这大招开的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果然小狗的A仗直接给上去 缴械了半天 德拉乔根本没有任何的输出 AME这一个A仗直接断了德拉乔 巨魔战匠翻盘的念想 也就是说现在哪怕是你 马格纳斯大住我四个人 只要你没大中我的小狗 你的巨魔战匠就挠不死人 我大招往你身体里边一钻 你就挠不死人 那这样马格纳斯和巨魔战匠 全部被击杀的话 下路高地直接就可以拆了 对方这边还不舍得买 不舍得买的话 那就两路了 可以拆两路 拆两路的话 可以逼对手的巨魔战匠买活 对方如果不买活的话 直接给两路 我觉得这比赛好像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这边对于GD来说 还有一个最坏的情况 就是突然间被插地里边 再抓到一个酱油 然后恰巧这个酱油又没有买活 那就可以直接基地了 不是两路的问题 还行 GD里边还比较理智 选择的是圈 选择的是直接不守了 所有的酱油也不露头 直接出去刷钱 算是比较理智 像GD的这套阵容 越是缺输出的阵容 就越强调的是先手的一个进攻 以及集火的能力 很多的比赛里边 我之前解说这么多年 也见过很多很多场那种 就是整个阵容缺输出缺的比较厉害 但是仍然能够把比赛赢下来的这种局 但是这种局无疑都是那些非常顶尖的强队 而且要配合就是对方在游戏的优势期 没有给到足够大的压力 说白了就是一定程度上 你是需要对手有点弱 有点弱才能做到 如果两边的实力非常非常接近 这个实力差非常小 而且又都是顶级强队的话 在抓机会的能力上面 非常出色的这种队伍的话 嗯 完全没有输出的这种阵容 或者输出点过于单一的阵容 我很少见到能赢的 这边焦盾 你看这个就是焦盾 焦完盾以后马尔斯直接就上 然后大牛ECT三连 就这样 然后马格纳斯大招 大住两个BKB的单位 老虎一根键射中 这个时候再给输出 打不死 穿上甲开车没有用 巨波战将的大招结束以后 也是直接没有来得及开大 直接被秒了 这边穿上甲再接着开车 在这转圈 巨波战将刚才出了装备 没有流买 这里马格纳斯想要的鱼叉在接顶 结果被风胀吹起来 老虎一根键 心情两比赛 老虎的这个风胀出的太漂亮了 马格纳斯这已经是咱们看到的第二次 被直接给 想要跳过来以后鱼叉接顶 然后被吹起来了 这个风胀这个道具 瞬发无抬手 无弹道的控制 还有永远的深 老板真的是永远的深 太好使了 小狗现在身上又多了一个晕锤 下一个装备就是大晕锤 我看一下这个巨魔是怎么死的 这波我回放一下 因为这个巨魔是怎么死的 我其实还真是有点没太看清楚 场面上 瞬间的场面有点乱 看一下大牛的这个大招 上来 上来以后 这会儿马格纳斯给一个大小狗钻进这个巨魔的身子里边 出来了以后直接崩死了 我的天哪 直接给崩死了 这真的是 没什么办法了 真是没什么办法 太厉害了这一下 巨魔战将也没想到这个伤害为这么高 这边马格纳斯顶过来一个老虎 完成击杀 但是顶一个老虎 你以为顶一个老虎我就不敢跟你打了吗 少一个老虎 我照样挠死你 这边给停车了 穿射甲赶紧一个车走 大牛CT踩一脚 马尔斯过来大招 狂三个 小狗又是钻进巨魔身体里面半天没打穿任何的伤害 马尔斯这里被对方顶走 哎呦 这个马尔斯被对方顶走 马格纳斯等于救了他一命 再转身给一个波 小医生还没死 马尔斯转身一个毛 把对方钉在树上 小狗完成双杀变态杀戮 比赛结束了 这波可以GG了 果然咋说是GG 好那这样了 恭喜查理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先下一场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 好了那么这样比赛就给大家录制和解说到这里 然后呢 过一会儿会继续给大家去复盘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三毛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